嘿嘿,我是小黑黑 东京奥运会已经是过去式 我在这里就不吐槽 开幕式和闭幕式 相信大家已经帮我代劳了 38星的中国荣耀时刻 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作为中国人 我发自内心的为祖国感到骄傲 差一点点就击败美国队了 记得奥运会最后一天 我等在电视机前 希望美国队拿不到金牌 中国队再拿一块 可惜事与愿违 有点小遗憾 不过中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势力 而且未来也是我们的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那今天我们回到 人见人爱花剑花宝胎的黑球鞋 说一说GTC里的第二弹 Run Edition Rodacious 东京奥运会配色 Let's get it Д adaptations 那我们在这边做讲的 我们在这边做主意的 这边做主意的 我们在这边做主意的 他们现在给我们的 和声音乐 Scient文 这边做主意的 跟着小遍 全联系 请不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首先来到鞋盒 GD Run采用了GD Card 黑白拼接同款 新的盒顶logo也暗中给我们上了一课 你在球场上的跑动不能只跑一条直线 你要跑出这样的优美曲线才能甩掉防守人 懂了吧 颜值方面这双鞋我刚看到第一眼 觉得有点丝不像 整鞋主打全白配合亮橘色粉色 外加一丢丢黑色点缀 我个人就很吃这种盐 一点都不觉得咸 而且创意满满的内外不同钩子设计很加分 外侧的logo暗藏球场跑步指南 我看了一眼小腿就抽筋了 而内侧的打死也不match logo 杜绝了强迫症人士穿这个配色的可能 整鞋总体感觉干净里带点跳 低调却不无聊 在我看来这个奥运配色Rodacious 是目前GD Run里的最佳不接受反驳 其他两个配色我真的不敢沟通 不过还是要看集体 觉得这个配色的GD Run帅扣1 在公平上觉得丑的扣2 基于我自己的喜爱 仅对这个配色的颜值 我给大家9分 才至这里GD Run顾名思义 是想让我们在球场的跑动 更加轻盈灵活 贯穿拳鞋的重心思想是轻薄 所以鞋面的设计借鉴了 诸多轻量化跑鞋具有的特色 使用了大面积的轻盈之物与合成材料 鞋头至鞋身三分之二处的鞋面 使用了双层的工程面料 最外层还有遍布的灰色立体印花细节 本来柔软的鞋面附上了印花之后 导致手感有些僵硬和粗糙 我觉得有些化蛇添足的味道 我们在随后的包裹评测中 还会有深入研究 整鞋的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对于1399的发售价格 这个材质稍显廉价了一点 给打7.5分好了 来到实战 请在公平上扣出我们的第一项是什么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请自觉回去把所有的黑球鞋都复习一遍 OK 在试售之前 我们就已经知道GT系列 是堆叠科技的团队起见 在上上期黑球鞋的GT卡的三层缓震技术上 GT Run更进一步 采用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四层缓震系统 这里给大家捋一下 第一层全长的react鞋垫 揭开鞋垫来到第二层 中底上肉眼可见的前掌大面积zoom air strobo 第三层全掌的后时react中底缓震 最后一层稍微小一丢丢的前掌zoom air漆垫 我就想问还有谁 上脚的初体验并没有想象中的软弹 我瞬间有些小失望 但三场球下来 这个采开的前掌缓震就起飞了 每一步下去都会有极致的软弹感 而且这种软弹感可以吊打GT卡 原因也很简单 GT卡中底的react鞋垫太厚实了 大大减少了脚感的传递 GT Run较薄的react鞋垫之下 就是一大块前掌zoom 最下面还有一块zoom 大有KD13的杆脚 如果你在寻找zoom带来的快乐 相信我GT Run这个前掌的配置 不会让你失望的 实战当中GT Run带来的前掌急速响应和软弹感 让每一步落地都嗨到爆 让突破的第一步也迅捷无比 这个前掌我是相当的矮 但也不是没有问题 四层的配置让前掌过于厚实 大大减少了场地感 喜欢场地感的朋友就有点难了 属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一个问题 后掌这里虽然只有两层react缓震 但绝对是够用的 落地不会脑壳疼 后时的react中底 对大体重选手也十分友好 所以第一项还振我给9分 至于包裹 刚上手这双GG Run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担心的 蒋真这包如蝉翼的鞋面 经不起谁来拆 有穿过跑鞋打篮球的肯定了解 此处也算了一个 你的揪一不留神就会跑出鞋子 取自己脚踝也是分分钟的事 我已经烘托了这么多气氛 这里是不是要来个反转 聪明的你 猜对吧 蒋真这双GG Run的包裹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 内外侧从前之后的波浪上沿 可以给脚带来良好的侧翼包裹 肩顶的尾部这里 加上还算充足的泡棉填充 也带来了不错的后跟锁定 围二两个问题 来自鞋面的前段和中段 首先是鞋头的鞋面 虽然柔软 但是却一点都不贴合 内侧这里总会有一坨鞋面堆出来 在鞋头弯折的时候会戳到脚趾上方 很不舒服 其次 这个令人窒息的一层鞋舌 此处是真 一层鞋舌 磨脚背不说 还连接至鞋底做了一个假扮内靴设计 墨油半点作用 还有这个鞋舌上的缓冲泡棉 又是令人发质的操作 不知道设计师怎么想 泡棉没有完全覆盖整个鞋舌 之间的空隙 在寄进鞋带时会非常的勒脚背 高禄很想亲自上门慰问这个设计师 的妈妈 那问题不大 因为GD Run的侧向包裹还是不错的 也完全不会不跟脚 鉴于实在没有问题 我勉强给包裹打气氛 稍稍提一下尺码选择 GD Run并不偏马 但是较窄的鞋头 脚宽的朋友可能需要买大半嘛 另外这个带纹路的鞋垫 比GD Car是好了一点 但是如果你的袜子包裹不够紧致 打球的时候会在脚底堆起来 很容易就会磨破皮 这里以亲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说到支撑 GD Run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虽然整鞋没有宽体设计 但平坦的外底加上还算及格的重心控制 开了一个好头 另外虽然有着四层缓震 但中底的形变不是很多 给予落地良好的保护 硬朗的鞋跟配合我们前面提到的 大面积波浪上沿 给脚的侧向移动 也带来了稳定的支撑和保护 让我们在球场上 可以放心大胆的突破和防守 对于这样的支撑保护 给到8.5分没问题 抓地和耐磨阵 GD Run东京配色 采用了粉菊相间的 实色橡胶外底 负以纵横交错的波浪状纹路全覆盖 后跟这里还赠送了一个透明小气垫 贴心极了 实战当中抓地感觉非常棒 可以做到随停随走 为你的超强突破和激进跳投保驾护航 超大的纹路间距也完全不必担心积灰的问题 不擦鞋底也能保持一下午的完美抓地 我是满足了 鉴于大底纹路手感还是偏软的 这里并不推荐外场使用 我在室内场征战了一个多月 只在前掌区域有了一些明显的磨损 耐磨这里还算说得过去 所以抓地和耐磨分别给9分 9分和7.5分 来到透气 这算是GD Run的一个加分项吧 超薄的鞋面设计 遍布网孔的鞋舌 都让这双鞋有着非常不错的透气性 虽然没有AJ34那么的登峰造极 但这双鞋我个人认为很适合在夏天打球 虽然袜子还是会湿 但是一点都不无脚 让我们的球场征战多了一丝清爽 果断给透气8.5分 最后来到鞋重 作为助力球员在球场跑动的鞋 体重关系自然是要到位的 GD Run也确实没让我们失望 44.5码不到405克的鞋重 甩了自己的包地GD Cut 也就两条街的水平吧 这个鞋重对于后背鞋来说 都是相当完美的 更别提封线了 但我觉得这双鞋的轻薄构造 并不适合太大体重的选手 倒是为3D球员的跑动 带来了更多的轻便和灵活 所以鞋重这里妥妥的给9分 那结束了黑球鞋9个大象的实战评测 GD Run最终得到了8.36的最后得分 竟然只比AJ35低了0.1 不由得让我大吃一惊 连忙回去逐个仔细研究了 每个大象的得分 我觉得我的评分是客观公正的 在评测这双鞋之前 吐槽GD Run的人很多 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穿着这双鞋实战过 流出这双鞋很差的依据又在哪 诚然鞋无玩鞋 GD Run虽然有些包裹方面的问题 但狭不言喻其他几个关键项的突出表现 让GD Run的整体实力依然稳健 顺利晋升为实战好鞋 纵使比起大哥GD卡略有推步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跑动型选手 那你一定会喜欢GD Run带来的轻盈脚感和出众回弹 所以堆叠科技的GD系列至少目前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一双GD Jump的到来 希望有个完美的手关 我是小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一键三连加关注哦 因为我之旅给你带来最棒的原创评测 那更多黑系列精彩原创 我在这里和你不见不见 洪业加速两大加各 Renault 下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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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询4 下询7 下询8 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